我走的旅行路线你也可以来 愿你这一生既有随处可期的江湖 也有追风逐梦的骁勇 大家好 欢迎来到青春自驾 现在就正式从这个喜州古镇出发 去双廊古镇 希望这一段的话 能有一些黄澳海的公路 因为上午过来的时候 从大理古城 早上从大理古城到这个喜州古镇的时候 这一路上都没有 虽然走的是这个黄海公路 但是一路上没有到澳海边上 澳海都没看见 全部被这个村子给挡到了 所以严格意义上就没有看到澳海 希望下午的这一段 这个黄海公路 能够走到这个澳海的边上 现在去双廊走吧 导航显示要一个小时 我去双廊 我去双廊 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 很久没有效果又不知为何 既然不快乐又不喜欢这里 不如一路上西去打理 我去双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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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彩色的这个步道里面应该是用于停车的吧 然后旁边就是阿海 就在阿海边上 哇 前面那些人居然跑到下面去西架 这就不太好了吧 毕竟也不安全 影响适容 真的是 OK 继续往前走 去前面服务区参观一下 看一下今天晚上的露营地怎么样 说不定是个很好的露营地 哇 这是骑电动车来滑滑海的 这里 骑电动车滑滑海 一天 租一天电动车 这个电动车好强的 可以续航200公里 加强版 走了 应该快到了 窗廊服务区 向左看一下 看一下 向左看一下 我去 这么高级吗 这个居然可以从 滑海公路上直接 还有一个插路口 西路线途经环海路 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1.2公里 我身后就是双廊服务区 非常神奇的是 这是一个高速服务区 我是从那个 滑海的滑海西路上走上来的 看一下 介绍一下这个服务区 第一次看这样的服务区 那边 从高速上过来 然后车子就停这里 这里就是双廊服务区 然后呢 这个服务区 与众不同的就是 它除了这个高速呆的地方以外 这个栅栏 挡到了 外面 就是 从滑海西路可以走上来 就这一片 这一片的车 都是从滑海西路上走上来的 这是最神奇的 然后这个服务区的话 能源之间可以流动 但是呢 车子走不了 车子的话 上不了高速 然后来到这个服务区以后 看见了好多的车子 好多房车在这里 房车 房车 然后这边还有洗手台 居然还有洗手台 OK 今天晚上在这里待了 非常不错 然后如果要下去的话 就是沿着这里走下去 就是滑海路 高速的话就无缘了 高速是那一边 高速是那一边 这个加油站的话 也可以用 等于是我们这边 走国道上来的也可以用 走滑海西路上来的也可以用 然后它那个高速的也可以用 你看这是他们在小厨台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双廊服务区这一点做得非常非常好 不愧是为了各路的旅游大神 那里有个观景台 上去看一下 还是开房车好啊 我去这么小的一个Polo居然可以脱得起一个脱卦 高尔夫 高尔夫居然可以脱得起一个脱卦 这么厉害 上来这个观景台看一看 嗯 有一股味道 这是刚刷的旗吗 哦 这个角度不错 就在澳海边上 刚刚就是沿着这条路上来的 然后走到那里以后 就那个蓝色的 这个蓝色的地方 上来 晚上肯定好凉快 不过现在下午的话好乐的 刚刚在隔壁两三个车的那个大哥简单的聊了一下 都是各路的旅游大神 我就先走 来这里 稍微参观了一下 然后我就先去双廊 晚上看一下会过不过呢 如果双廊那边有地方待的话 就在双廊那边待一下 待一个晚上然后明天来这边待一下 如果双廊没地方待的话 就来这里住 这个地方不错 主要是有 好多旅游大神在这里 各路大神啊 太热了 下午太热了 不过刚才上了那个观景台以后 好凉爽 好凉爽 因为靠近这个澳海边 靠近水的地方就是好凉爽 这里的话早晚肯定很舒服 不过现在的话太热了 我先去逛一下双廊吧 双廊我都没逛了 走人走人 看一下晚上过来还是明天过来 为双廊服务区点赞 太棒了 第一次看见这样的服务区 我喜欢 走继续我的黄海西路 这里过去的话 导航显示是6公里 6公里大概15分钟 到双廊镇 从双廊服务区出来后 就继续我的黄海西路之行 可以说临近双廊的这一段 滑海公路才是灵魂所在 因为它实实在在的就躺在澳海边上 景美 凉爽 慢悠悠的开车 能给人特别愉悠享受的感觉 这里有多受欢迎 看看路边的各种旅拍车就知道了 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 很久没有效果 又不知为何 既然不快乐 又不喜欢这里 不如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到了双廊镇 我没有直接进去镇子里面 而是选择了再往前面走一点点 先去看一看令人神往的南兆风行岛 20块钱一个人 观景台收费标准 现在眼前看到的就是双廊这边的南兆风行岛 看一下 就是在这里 澳海边上 旁边 旁边就是那个 就在双廊古镇往前面开 大概五六分钟 就到了这个南兆风行岛 这个是要买门票的 我记得好像是 45块钱吧 应该是 如果没记错的话 旅游是心灵的向往 欠自己的旅行 终有一天要还给自己 如果你不出去走走 你就会以为 这就是世界 这个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同时呢 也非常期待能够得到您的关注 请不吝点赞 谢谢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会有更新的 也可以 但是我们下期视频